環境局局長黃錦昇早前聯同立法會議員鄭永迅 一起參觀環保署好好豆計劃運作 這個地區性建築廢物收集及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2月在深水埗展開 環保署的承辦商在區內設立建築廢物收集點 業界以流動應用程式好好豆預約服務 將建築廢料送到收集點 交給承辦商回收 7月時計劃更擴展至元朗、沙田和大埔 不過記者到深水埗區視察 發現不少地點都有建築廢物被棄止 其中一個更在食環處的垃圾站門外 有負責店舖清拆工程的業內人士向我們表示 由於清理建築廢物涉及廢物分類 加上要預約服務和定時定後交收 所以反應一般 這亦是建築廢料問題未能改善的原因 整體我歡迎的方向是做這件事 但是看回那個數字 其實現在未有一個很大的明顯改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希望政府隨著這個計劃推出好幾個月 都應該要去檢視一下 究竟措施落實的情況和進展是怎樣 這個要去看看是否成效都可能有一定在 但是我自己覺得還是微如理想 那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就是剛才有說 我覺得那些商人 可能他們仍然未知道有這樣的計劃 宣傳方面可能不足夠 而可能他們也覺得 就算有這些計劃 我仍然都有一定的成本 我照舊放在街上 這兩樣東西我覺得政府 如果見到的情況是事實這樣的話 都應該要去嚴肅去處理 我覺得罰則和執法的數字是不理想的 我自己評估 我們應該是有一個適應期 給一些承辦商 現在由二月開始 都說幾個月 其實應該所有的承辦商都要認知到 有這件事 有這個服務的 所以我就建議 都可以加強執法 這是不能夠接受的